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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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瑜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歐洲之旅的第一集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就是巴塞隆拿 其實我們已經在巴塞隆拿留了幾天了 我突然想起我第一天是完全沒有拍過intro 開始之前我們有請我們的嘉賓何先生 嘉賓? 即我是嘉賓? 這個嘉賓會一直陪著嗎? 這次我們這個歐洲之旅系列都盡量希望可以更詳細 因為我自己做這個歐洲之旅的資料搜集的時候都很痛苦 因為其實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多這些旅遊資訊 所以現在我們馬上就由這個航空公司說起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在澳洲去和在香港去的就會有點不同 但也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 我們這次來歐洲總共是乘坐了23個小時的飛機 即是飛機上的時間是23個小時 首先我們從Tasmania飛去西利 本來我們是偏遠地區 所以我們要先飛多程 然後由西利飛去杜拜 然後由杜拜飛來巴塞隆拿 我們這次坐的航空公司就是Emerichs 我們這次坐的航空公司是A380 就讓我們看看這個A380的浦滑 有多舒服 嘩,我的臉已經很腫 我坐了一陣飛機我已經腫了 我們只是坐了一個,比較多這些 但我已經腫了,應該是20個小時之後 會腫到...會腫著的位置嗎 深海房子 14個小時飛機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杜拜 進入一個我們完全不知人說什麼地方 我對杜拜唯一一個印象就是 三岸一個人 其實一開始我們買機票的時候 我看到是有廉航的 但是那個價錢是跟Emerichs是欠... 400元澳幣一個人 其實我們兩個人加起來是800元澳幣 所以那時候我是一心打算買廉航就算 但是我的朋友是跟我說 強烈極度建議千萬不要坐廉航 尤其是去歐洲 因為我們要這樣轉飛機 這樣接駁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有機會delay 那是很麻煩 二來就是行李 那些廉航的行李的錢是很多的 所以你省到的錢不是真的很多 二來就是飛機的種類問題 多數你坐廉航都是A330 或者那些... 如果你有常常搭長途機 大家其實可以留意那個飛機是什麼型號 如果你是搭A380 是最大的 有兩層的 是最舒適的 我一看到A380的時候 我是二話不說立刻 那個位置是很闊的 不會頂腳 以我的高度來說 A330是貼著膝蓋 A380就有一個手掌位那麼多 可以給我伸展 很舒服啊真的 還有我覺得很值得一讚的一件事 就是它的電視仔 它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正方型電視機 它是新式 它的比例是很好的 很正常 十六 不會看到它的電影會突然好像 撲了兩邊 它沒有的 然後它是很清晰 這個PSV這樣的東西 是啊 這樣就可以給你打機啦 可以對戰啦 是 還有飛機餐 三程飛機加起來吃了五餐 不過還沒計算小吃 它還要的餐是OK的 那個味道是很差 大份 很大份 到達了這個巴塞龍流之後 我們用什麼方式來到這個巴塞龍流市中心呢 其實有幾種的 它可以坐巴士 坐地鐵 然後它有它自己的機場巴士 叫做Aerobus 那衡量過之後 其實我們都覺得坐這個Aerobus是比較好的 那它當然是最貴啦 五歐幾一程 那來回十歐幾 它就沒有便宜了很多 但是你去的時候 你都會坐那一間了 沒錯 你都會來回的啦 它真的直接就出道市中心啦 那還有它一班次是超激密 五至十分鐘就有一班車 它都是24小時的operate的 那你機場的巴士都是這樣的啦 然後呢就講酒店啦 今次我們住這間酒店呢 就叫Aerobus 那圍器呢 大概是100元澳幣一晚 那樣的 它不會有很grain的大堂啊 等等的 但是其實是舒適的 不會是隱隱蔽蔽啦 不會是隱隱蔽蔽啦 在大街上啦 那我們立刻來一個room tour 一進到酒店呢 就其實左手邊呢 已經是廁所的 廁所呢 其實不是很大的啦 那你說漂亮不漂亮呢 就不要說漂亮不漂亮啦 整整齊齊光光正正就OK啦 房間的空間呢 都算舊的 都挺大的 還有它樓底很高啦 那樓底高呢 就變成房間沒有那麼局促 還有它最正最正的位呢 就是它有一個balcony 但是這個balcony是enclosed的 的balcony啦 不是開放的 不是開放的 但是它的採光是非常之好啦 還有那個balcony 其實是用來穿衣服的 有雪櫃啊 有咖啡機仔 有咖啡機仔啊 那床啊 也是很舒適的 還有有早餐值的 那以一間這些便宜的酒店來說呢 那你不可以expect什麼啦 我們買簡單的麵包啦 然後有咖啡機的 叫做有東西吃嘛 那其實已經可以省回早餐 因為歐洲吃早餐 你又算出家賣烤包都幾歐的啦 嗯 因為第一天到埔啦 其實個人都很累 雖然我們到的時候 是下午兩點多啦 但是其實我們都在酒店休息到 差不多四點多 那我們出去啦 就沒有說拍很多片 因為個人都真的累 還有想真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這個城市 去買朱古力吃啦 然後去看看阿神 買幾顆朱古力的可以試一下 還有我們出去吃飯啦 去了一間在哥德區你們介紹的食物魚汁飯啦 我們現在在巴塞龍蘭的第一餐 其實我是極度沒吃的 現在在這裡的六點啦 但是澳洲呢 應該已經是凌晨四五點 那些時間我不會計不到 但是我超快睡了 哎呀我們終於吃西班牙的火腿啦 這個是叫 就這樣叫做 shoulder ham 嗯 那個餅完全是那個太平心辣的味道 哈哈 哈哈 很美味 哈哈 我覺得這個浪漫 突然湧出來 哈哈 吃什麼啊你快點解釋你吃什麼 蜜魚汁飯啊 蜜魚汁飯啊 你剛才說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這些蜜魚會噴汁嗎 因為蜜魚受驚的時候呢 他們會噴汁 那你幻想一下廚師怎樣令到蜜魚的味道 在廚房裡面受驚 就是放蜜魚在上面 那就可以 有很多蜜魚汁做蜜魚汁飯 是不是 今天是我們在巴翠龍亞第二天 一早起床我們就吃酒店預備的早餐 他們吃早餐很漂亮 因為一到步其實個人很累的 就沒什麼精神 所以就決定先去廚房 之後有精力才會再去其他景點 那個車好漂亮啊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了這個La Rocca Village 我之前上網看 他就說直接去Information Center 你問他就可以有一個九折卡 但是現在呢 他說他只可以給那些 搭他那個公司的巴士的人 才可以有10% 那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節省那個歐 就記得是搭他公司的巴士 那就是20歐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探索一下 其實我沒有什麼目標的 我都是到處逛逛的 就去探索一下 那我就沒有了 真的拖舊天 真的拖舊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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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看 嗯 之前呢 我都說過 每次去Tommy的Outlet 一定會買到東西 那這次呢 都不是 今次去學生呢 是在歐洲購物每次到歐洲lien 是很開心的 因為是有學生的size 還有它的款式都是合你 是我的衣服 因為其實就想你香港啊 在日本啊 你買衣服整天不知道為什麼有什麼尺寸 是啊 會頂住不舒服 但是在歐洲買的現在就很便宜 是啊 因為你是一個肥人 不是胖,我是歐洲人的模特兒 哇,但你沒有歐洲人的高度 我不會,歐洲人很高 歐洲人不是很高,歐洲人也很高 哎呀,好開心啊 我們要做一個賀 總括來說,這個La Roca Village是超好走 我們走了一整一 那你問我價錢是不是真的超便宜? 其實我不知道,但是... 我們沒有走開這些東西 但是買了那些東西,我們是看那樣東西 然後看看它的價錢 我們覺得是否值得買 其實我們的收穫都是非常豐富 何生呢,這幾年以來收穫最豐富的一次 沒錯,我們這麼多次到處去... 我來幾年不用買衣服 在這裡,你其實立即是可以做Tax Refund 但是,因為我們是會留在歐洲超過一個月以上 所以其實是不可以立即做Tax Refund 因為做了之後,你就要在14天之內就要離開了 不然它就退不到稅給你 是要離開歐盟的國家 不只是離開巴塞 對,歐盟的國家 到時候我們就會在捷克那裡可以退稅 那現在我們就等巴士了 然後就回到市中心 現在呢,我們就回到酒店了 好累 Check Leg 還沒完全調到 剛才打算回來放下一些東西 出去吃東西 我們是消極到一個店 我們在樓下超市買了兩個蘋果 因為去旅行最怕沒事 又買個三文治 好貴的,吃這些都 然後還有杯麵 嘩,你很崩潰 崩潰到你的頭髮都瘋了 沒有能力,頭髮就開始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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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好貼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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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